歡迎來到卡路里農場 一連四集我就會用Johnsonville的腸來做出不同的菜式 其實大家平常覺得腸仔就是煎了它 然後做早餐吃 這樣就很簡單又好吃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腸仔都可以做出不同的菜式 今天我就要為大家介紹這個 香腸通粉蛋餅 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呢 第一樣就有Johnsonville的Hot & Spicy的腸 辣辣的很好吃 這個是快熟通心粉 節省時間 這個是燈籠椒 雞蛋 洋蔥 和黑水蛋 第一步 我們就是把香腸切成黃片 不要太薄 因為這個香腸的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非常汁 所以如果你切得太薄的話 裡面的肉汁就會全部流出來乾了 我們一條香腸 我們切成八份 好了 切完小腸仔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邊 然後我們就可以切完其他的材料 有燈籠椒 洋蔥 還有黑水腩 我們都切片 其實為什麼我要今天選擇 這個Johnsonville的小腸仔呢 其實就因為它用新鮮的豬肉來做的 而且它是美國製造的 所以吃得更加安心了 好了 洋蔥呢 就切盡量切薄些片 如果不是呢 吃下去呢 它就會覺得很厚和很辣 因為我們很快地煮的 好 接著呢 我們就把雞蛋 打進一個碗裡 把這個雞蛋發紅 同時呢 我們就開定火 加點油 在一個易結鑊裡 為什麼用結鑊呢 因為呢 就令到它不黏底 待會一反轉它的時候 就很容易了 與此同時呢 其實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把那些通心粉 就用水煮熟了它 不用加點調味 我們把這些材料煎一煎香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呢 就可以把那些通心粉 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把我們的主角 那些小腸 我們鋪回去 因為我們淋過蛋漿 基本上我們就不會移動它 所以呢 我們現在把這些小腸 鋪好 一會兒 一上碟 就是那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淋過蛋漿了 好了 好了 接著呢 我們的蛋餅呢 看到它呢 已經變成了固體狀呢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翻轉它 就是用一個碟 把它插著它 然後呢 把它翻轉它 好 接著呢 我們就 一二三 這樣就翻轉了 然後呢 翻轉了之後呢 你才把這個 灑回去 再煎一煎 那個面 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呢 我們把這些番茄碎 灑在上面 然後呢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還可以磨一些新鮮的黑胡椒 上去面上 接著把它切件 然後這個非常簡單 但是好吃的 腸仔通粉蛋餅 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